當下怎麼都覺得好準 對 就是那樣 孟格如自爆找靈魅 算著監視 網家良四字回憶飛聞 公視12月1號2號 在光年華山電影館 推出五部電視電影 五種不同類型孟格如主演的 則是和靈異有關 我一直很想要挑戰鬼片 這部片雖然我不是演鬼 但是很多很驚悚的畫面 是我以前可能還沒有 嘗試過這樣子的 我超愛看鬼片 明明很害怕 但又想看 有時候幾乎整部片 都是嗚著臉看完的 但我就還是要看 可能對這部份的東西 是有一點好奇的 我們有在比較陰森的場景裡面拍 但是好像沒發生什麼 可能就是工作人員陽氣 也是滿重的這樣 孟格如陽氣也是滿重的 對 我個人陽氣也是很重 因為我在裡面的角色 也是屬於負責跟鬼溝通的 我是靈媒 我也不會因為看了那些 特殊化妝都回到家 覺得很害怕他們 我的彈子很大 那你有找過臉美嗎 有 曾經有過一次 就是那種好像可以通靈 看到你的什麼什麼的 但是我後來又覺得 他好像不真的 有一段時間 覺得工作比較遇到平靜 開始覺得說 我真的要繼續演戲嗎 這是我為什麼要找臉美 沒有你就會覺得說 他好像可以看到你未來在幹嘛 沒有 在你真的很無助的時候 你什麼都想知道 當下的時候你都覺得好真的 你就是那樣 以後會大爆紅啊 然後什麼 所以你覺得你現在不夠紅 那種會變成泛冰冰的人 類似這樣子 開始工作慢慢比較上軌道之後 你就覺得 嗯 就是其實好像他沒有講得那麼準 只是當時你可能真的很需要一個 可以依靠或是可以相信的力量 至於首次參與公事的王家亮年 初被拍到和曾佩茨永遠 監工事後日前又被拍到 和子宮明開電影 私人生活好感情啊 你只是對第一次拍電影 我們兩個一起去看電影 我們在拍電影 唉 就就就 朋友嗎